历代至上 第十五章 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,又为神的约会预备地方,支搭帐幕。 那时大卫说,除了历位人之外,无人可抬神的约会,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会,且永远侍奉他。 大卫招聚以色列众人到耶路撒冷,要将耶和华的约会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。 大卫又聚集亚伦的子孙和立位人。 戈侠子孙中,有族长乌烈和他的弟兄一百二十人。 米拉利子孙中,有族长亚帅亚和他的弟兄二百二十人。 戈顺子孙中,有族长约尔和他的弟兄一百三十人。 以利撒凡子孙中,有族长士玛雅和他的弟兄二百人。 西伯伦子孙中,有族长以列和他的弟兄八十人。 乌靴子孙中,有族长亚敏拿达和他的弟兄一百一十二人。 大卫将祭司撒都和雅比亚他,并立位人、乌烈、亚帅亚、约尔、士玛雅、以列、亚敏拿达招来,对他们说。 你们是立位人的族长,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节,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会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。 因你们先前没有抬着约会,按定力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,所以他刑罚我们。 于是,祭司立位人自节,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会抬上来。 立位子孙就用杠,兼抬神的约会,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。 大卫吩咐立位人的族长,派他们歌唱的弟兄,用琴瑟和博作乐,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。 于是,立位人派约尔的儿子西曼,和他弟兄中比利加的儿子亚萨,并他们族弟兄米拉利子孙里古沙雅的儿子以探。 其次还有他们的弟兄,撒加利亚,变,雅靴,士米拉莫,耶歇,乌尼,以利亚,比拿亚,马西亚,马他提亚,以利斐利户,弥克尼亚,并守门的俄别以东和耶利。 这样,派歌唱的西曼,雅萨,以探,敲铜箔,大发响声。 派撒加利亚,雅靴,士米拉莫,耶歇,乌尼,以利亚,马西亚,比拿亚,古瑟,调用女音。 又派马他提亚,以利斐利户,弥克尼亚,俄别以东,耶利,亚撒西亚,领首弹琴,调用第八。 利卫人的族长,基拿尼亚,是歌唱人的首领,又教训人歌唱,因为他精通此事。 比利加,以利加拿,是约贵前守门的。 祭司士巴尼,约沙法,拿坦业,亚马赛,撒加利亚,比拿亚,以利以谢,在神的约贵前吹号。 俄别以东和耶西亚,也是约贵前守门的。 于是,大卫和以色列的长老,并千夫长,都去从俄别以东的家,欢欢喜喜地将耶和华的约贵抬上来。 神赐恩与台耶和华约贵的利卫人,他们就献上七只公牛,七只公羊。 大卫和台约贵的利卫人,并歌唱人的首领基拿尼亚,以及歌唱的人,都穿着细麻布的外袍。 大卫另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。 这样,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脚,吹号,敍伯,鼓塞,弹琴,大发响声,将耶和华的约贵抬上来。 耶和华的约贵进了大卫城的时候,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,见大卫王踊跃跳舞,心里就轻视他。